第88章 奉剑与少年 昨日的陶片膏给了周宝英一半 江雪宁想起来还有点丧气 她垂手低谋跟在谢威身后进了偏殿 谢威也不看她 只平淡地一指殿中那张琴桌 道 练琴吧 这时江雪宁还没什么察觉 谢威讲话向来不多 一句话也不说几个字 她都习惯了 上回心不静 这次倒是稍稍静了些 坐下来谈完之后 她自己还觉得不错 想听听谢威怎么说 可没想到 听琴的时候 谢威全程看着窗外 直到那琴音鸟鸟进了 才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 道 起手时心还太浮 谈得急了些 中段稍好 莫尾又浮起来 往往你觉着满意之后 很快便不让人满意了 熟能生巧 还是当再熟悉一些 心再静一些 江雪宁瞅了瞅自己的手指若有所思 谢威却道 勾指时太快 闲音急促 虚待上一蕴的余音将近时才入 于是 江雪宁终于隐隐 察觉到了 但这个发现与琴无关 只与谢威有关 她并不总是笑着的 眼底常含着的那一点笑意 常常是礼貌居多 但眉眼只需柔和上那么半分 便总叫人如沐春风 完美的无懈可击 可在这作片店里 她是会皱眉的 也会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冷冷的笑着择翅她 然而今日一切都淡下去的 不是冷 只是淡 尽管言行与平日似乎并没有区别 可江雪宁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一些 隔着一层似的 这念头来得太快 也太直接 她甚至都来不及梳理这感觉究竟从何而起 更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 思绪一飞 眨眼又回到琴上 争 江雪宁按着谢威言语的指点重新尝试了一遍 然而比刚才更差了 不得其法 她有些不知所措的望着她 少女的目光有一点困惑 似乎想要开口再问她什么 但又不大敢开口 谢威于是想 她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有些怕自己的 学琴这件事 说总是没有用的 她一步 到江雪宁身旁来 轻轻将那一卷书搁在了她琴桌边上 下一时俯身便要将手指搭在弦上 然而当她轻身之时 宽大的袖袍垂落在少女纤细的手臂旁 于是顿了一顿 陶片高的事回到她脑海 她把她当什么人呢 又或者 她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呢 神情未变 谢威直接伸手将琴往旁边挪了挪 同江雪宁的距离便拉开了 搭着眼帘 抬了手指 勾着弦弹了方才那一段 她才将琴还给她 道 再试试 这回离得近 听得也清楚 江雪宁大约明白了 她试了一试 果然好了不少 只是抬眸注视着谢威从琴桌旁走过的身影 她却越发觉得方才划过心肩的那种感觉 不是错觉 克制 疏离 这种保持着距离的感觉 不管是比起往日的含笑则斥 还是比起往日的耳提面命 按理说都会让她轻松不少 毕竟一开始她就是想远着谢威的 可眼下 轻松之余 却觉得哪里不对 但往戏里一想 又不知具体是哪里不对 如果说这短短的一日或恐还是她的错觉 那接下来的这几天 这种错觉便渐渐加深成了一种真正的感知 是真的舒淡 文一样的讲 琴一样的叫 谢威还是往常那个谢威 还是那个满朝文武所有人都熟悉的谢威 可她没有什么脾气了 江雪宁对着这般的她便连那少数的一点任性顽劣都不敢闲路 偏店里再也没有闲吃的糕点和灵嘴 连茶她都几乎不期了 更不用说像前几次一般叫她去喝了 这种感觉 像是什么 就像是一个人迈出来 又往后退了一步 回到原处 江雪宁无端的不大舒服 也不大自在 她的直觉告诉她 该是有什么事情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暗中发生了 也或许是自己无意间做出了什么不对的举动 可二人的接触笼共就那么多 她实在无从想起 每每对着谢威想要问个究竟时 又觉矫情 明明一切看上去都无异样 叫她从哪里问起呢 加上永义侯府燕林观礼之日渐渐进了 旁的事情 江雪宁也就渐渐放下了 没太多的心思去想 上一世她为燕林准备了生辰赫礼 可最终没能送出去 这一世她准备了相同的赫礼 只希望能弥补上一世的遗憾 将之交到那少年的手中 在又一次出宫休墓的时候 江雪宁甚至不大来得及去过问 游方银那边的事情办得如何 竟自吩咐人往承熙的住建房去 话本子里总写保建要挑明主 可事实上真正能住好建的都是将人罢了 建给何人从来不挑 能许重金者自卫上主 很显然 这为他们并不相熟的江二姑娘 便是这样一位腰缠万贯的上主 星号 早在半年之前 永逸侯府小侯爷燕林的官里 便已经引得大半座京城翘首一盼 不知多少有归秀待嫁的人家 等着那少年加官取字的一日 各处为人说没的兵人们更是早早准备好了花名册 就等着官里之后把侯府的门槛给踏破 然而如今的光景 却是谁也没料到 不过短短半年时间过去 昔日显赫的堪宇萧市一族并肩的永逸侯府 已是危在旦夕 随时有和府沦落为阶下囚的风险 往日是众人到处巴解钻营 唯恐小侯爷官里时自己不再受邀之列 徒寿惊中耻笑 如今却是一张张烫金请帖分发各府 要么闭门不收 要么收而不回 生怕再与侯府扯上什么干系 惹祸上身 人情冷暖 不过如是 杨指摘内诸位半读除江雪宁外 宇燕林己无私交 原本大部分都是趋利避害不打算去的 可嫁不住沈指一要去 非但要去 他还要光明正大 大张旗鼓地去 众人都是长公主的伴读 一听沈指一说要去 便有些犹豫起来 接下来又听萧叔说自己要去 其余人便都被嫁到了火上 不去也不好 大家伙儿一商议 干脆都陪沈指一一块儿去 如此便是将来出世追究起来 也与他们背后的家族无关 只不过是他们一帮小姑娘 陪着长公主殿下去罢了 所以 在11月初八这一日 众人结伴乘车 自宫中出发 一道去往永义侯府 沈指一本说要与江雪宁一道走 但临出发前又被萧太后叫去 只好让他们先去 自己晚些再道 这一来 江雪宁便刚巧与周宝英同车 经过上回借高点的事情后 两人的关系便近了不少 但陈淑仪 姚希等人好像很介意周宝英 对江雪宁的好感 老怕这小姑娘被她这狐狸精 给拐骗走了似的 甭管是在凤尘殿进学 还是在洋指摘小巨 都把周宝英给拽着 对江雪宁十分防备 周宝英也狐狸糊涂 对这些好像没所谓 反正嘴里有东西吃 手里有齐下 便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不折腾的坐上一整天 这回居然同车 周宝英还手舞足蹈高兴了一阵 毕竟上回的陶片高 太让人记忆深刻了 才一上车 她就抱住了那大大的银枕 巴巴问江雪宁 宁姐姐 他们都不让我跟你说话 也不让我来找你 这些天可差点馋死我了 那陶片高 还有没有呀 这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江雪宁也念叨好几天了呢 只可惜这既不是她做的 也不是她家厨子做的 更不是公理御膳房做的 谢威这些天也绝口不提除了学琴 学文之外别的话题 就好像她与江雪宁之间 除却师生关系外 的确没有什么旁的关系了 不过 这好像也是事实 所以江雪宁越发不敢过问什么 只恐又有哪里做的不对 被触怒了她又或者对那口腹之欲上的事情表现得太热切 招致她想起就是忌惮上她 此刻她坐在车内也有些无奈淡淡地笑了一笑 回周宝英道没有了就那一些分过一半给你后 剩下的我都吃了 周宝英一张小脸顿时垮了下来 她愁眉苦脸 小声地抱怨起来 早知如此 当时谢先生拿走的时候 我就不该那般大方 连我自己都没吃几片呢 谢先生 江雪宁呼的一正 你说谢先生 啊 周宝英点了点头 有些茫然模样 接着又别嘴委屈起来 道 宁姐姐你不知道 你上回给我的桃片糕 我拿回去吃了几片 剩下的那些 晚上睡之前数了一遍才装进纸袋 想留着第二天再吃的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偷偷跑到店外吃的时候 被谢先生撞见 江雪宁终于意识到自己哪里错了 周宝英一张包子脸还有些气鼓鼓的 我都没想到 谢先生竟然是这样的人 他问起桃片糕 我又不能不回答 入宫读书之前爹爹还教过要尊重师长 我便请他尝一尝 原以为他只拿一片 哪里知道他把剩下的全拿走了 还问我有什么不对 人家自己都舍不得吃 江雪宁终长的眼睫搭了下来 一时竟有些恍惚 马蹄声哒哒 车厢轻轻摇晃 陈锋在他前是陈旧记忆里的那些事 忽然渐渐在迷雾中变得清晰起来 君子远刨除 便如有些地方女子进不得祠堂一般 是释迦大族最森严的规矩之一 谢威是君子 是圣人 但那时他还只是个乡下野丫头 既不知道他的身份 也不懂这老十字的规矩 听了府里那些来接他的人说的话 一直都没有怀疑过 只当他真是什么往京城投奔江府去的远房表少爷 遇到山匪之后 他们流落山野之间 不知道其他人阴信 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困境 高山深谷 如同悠求 当时谢威病得还不严重 看上去只是有些虚弱 还伴着点从他刚与他同路上经时便有的咳嗽 奄奄模样 不狠爱搭理人 江雪宁已经知道自己是江府的嫡女了 对方却不过是个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远房亲戚 他既怕别人觉着他是乡野丫头入惊丢脸 也怕别人因此瞧不起他 是已即便落难了也还想使欢使欢谢威 叫他去摘些野果来吃 打些猎物冲击 结果当然是使欢不动 自落入困境之后 谢威便抱着他的琴鞋放在膝上 坐在那块坍塌下来的山岩上 看着山岭之间溅暗的天光 旁的什么声音他都好像听不见 其实他似乎是在思考什么比落难更严重的事情 好像进了另个世界似的 可江雪宁那时看不明白 只当此人十分不给自己面子 因此还有些恼羞成怒 不得已只好自己去了 这当然不是很下得来台 但江雪宁那时也没别的办法 脑袋里转着转着便强行为自己找好了理由 这病央子走两步就要倒的模样 别说出去抓个什么山鸡野兔 就是出去摘些野果 说不准一个量枪都能在林野里摔断腿 到那时他岂不是还要琢磨怎么被这人一起走 那可划不来 所以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于是田庄上那些在京中贵人们看来十分不入流的本事 终于派上了用场 冬日山林里并没有过时 但他手脚并用肺神折腾了一座陷阱 竟运气极好的抓住了一只蠢笨的灰毛野兔 便一路心情极好的抱在怀里回到了山岩下面 山野里的笨兔子没有见过人 刚被抓的时候 还死命扑腾 可大约是江雪宁抱得舒服 没一会儿他就安然的待在他怀里了 他忍不住高兴地向上面坐着的谢威炫耀 看 我抓到的兔子 乖不乖 谢威听见声音 终于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也看了他怀里抱着的兔子一眼 那眼神里是超尘的淡漠 甚至也许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怜悯 江雪宁还伸手摸着他柔顺的皮毛 谢威平静地问他 生活吗 那一瞬间 他整个人身子都僵硬下来 眨了眨眼 望着谢威回不过神 因为 直到谢威问这一句 他才忽然想起 抓这只兔子来 是为了果腹 他和谢威已经有些时辰没吃东西了 很饿 很饿 他站在那里不回答 谢威等了他有一会儿 呆天色都暗下来时 大约是知道他回答不了 便没有再问 而是小心地将那张琴放到了一个妥铁不受风雨的角落 才走到一旁去 石柴生火 火堆燃了起来 周遭的温度也渐渐上来 并不很炽烈的火光在浓稠如墨的黑夜里浸染开 照着他抱着那兔子不松手的身影 摇晃着头在地上 谢威站到了他面前来 他高出他许多 旁边火堆的光映在他的面上 因轮廓的深浅而有了不同的明暗 一双忧尘的瞳孔里聚拢了光滑 指向着他伸出手 要接过那兔子去 江雪宁下意识抱得紧了一些 抬起头来望着他道 我们 我们要不吃别的吧 我 我再去打个别的东西来 谢威沉默地注视他 那下一个你舍得吃吗 他站在那里正正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谢威的手还是伸了过来 他用力地抱着那只兔子 不想给他 可大约是他太用力了 弄疼了那只兔子 他竟然在他手背上咬了一口 疼得他一下就把他放开了 他窜到了谢威的手里 他竟从宽大的袖袍里取出了一柄紧紧绑在腕上的短刀 那时候江雪宁才知道 这人身上带了刀 现在想想 一个什么病弱的远房表少爷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随身带什么刀呢 但凡身上藏着刀的都是走在那最凶险的道上随时背着出什么意外的 可那时他还傻不知深想 谢威抓紧了那只兔子按在旁边的石头上便要动刀 但他站在旁边发抖 大约是红了眼吧 谢威看见 手上动作便是一停 过了有一会儿 他终于还是一句话没说 拎着那只兔子走远了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方才还活蹦乱跳的蠢兔子已经被包了皮毛 清理掉了内脏 穿在削尖的树枝上 被他轻轻架在了火上 这人甚至还找了些野生的树叶香料撒上 江雪宁抱着自己的膝盖 坐在火堆旁 埋头咬着自己的袖子 才没掉眼泪 谢威烤好了那兔子 掰了个兔腿递给他 他一看 那兔腿表皮金黄 还渗出被热火烤出的油脂 沾着些不知名的香料 撕开的那部分细肉一条条的 终于没忍住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到哽咽 哭到打嗝 哭到上气不接下气 谢威也奈他无合 伸出去的兔腿没人接 与他又不太熟 更不知如何劝 便只好又把手收了回去 自己在旁边面无波澜的吃起来 吃了一小半 看他还在哭 他便停了下来 又看他片刻 打怀里摸出一方干净的金帕 打开来放到了他旁边 那里面是不多的几半桃片膏 只是不多 揣在怀里 包入手帕 还压得碎了许多 看着并不很好 谢威对他道 吃不下便吃这个吧 江雪宁终究还是饿的 他也知道那兔子得吃 可一想到他方才乖乖缩在自己怀里的模样 便不想吃 也不敢吃 虽然之前处处看不惯这个远房来的病殃子亲戚 可他还是把那方手帕拾了起来 拿起里面的桃片膏来吃 那可真是他两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糕点 甜甜的 软软的 便是里头浑了眼泪也没绝出苦来 可毕竟只有那么一点 吃完之后反倒更勾起饥饿的感觉 于是变得好生气 气自己是个没骨气的人 到底还是接过了谢威递来的另一只秃腿 一面继续哭着 一面啃着烤得恰到好处的兔肉 还抽抽搭搭的给自己找理由 谁 谁叫他敢咬我 谢威就在旁边安静的看着火 似乎是笑了一下 疏尔便隐没 也不说话 那时候的火堆 燃得有些久了 丢进去的松枝有细细的爆开的声音 江雪宁其实已经不大记得那兔子是什么味道了 可还记得那桃片高的松软香甜味道 还有 谢威那干净的白衣垂落在地上 沾上些有烟火气的尘灰 染污出一些黑 人在绝境之中 很多事都是顾不得的 会做平时不敢做的事 会说平时不会说的话 人也或许和平时不一样 生死面前 所有人都包去尘世间生存时那一层层虚伪的面具 展露出自己最真实 或许是最好 也或许是最丑的一面 但究竟是在短暂绝境里努力活着的人是真 还是在浮华尘世积极营营辛苦忙的人是真的 江雪宁真不知道 周宝英看他久久不说话 一副也不知是喜还是悲得出神模样 心里莫名有些忐忑 很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小心翼翼的扯了扯他衣袖 问 是 是哪里不对吗 江雪宁眼帘一动 这时才回过神来 他似有似无的弯了弯唇 声音渺无的轻轻叹了一声 道 没有关系 谢威这人呐 心眼真是比真尖还小的 前头赶马的车夫 江马车停下了 朝着李面秉了一声 江二姑娘 住建房到了 江雪宁对周宝英道 我要下去取件东西 你稍待片刻 周宝英便哦了一声 乖乖坐在车里等他 住建房里的人早知他今日要来取件 已经准备的妥妥当当 那件长三尺二分 剑锋以云铁铸成 打磨出一道倒水波式的韧芒 并不与燕林先前用的宝剑一般是以宝石 注意金银 只是这样简单直白的锋芒毕露 清风一出 寒光逼人 上一世 尚不知世事深浅的他只想 燕林出身降门 往后也是要带兵打仗的 该有一柄杀人的剑 这一世 万事臣服都已如烟尘过了 再看此剑 竟透出一种太何时宜的 惨烈的残酷 多想那少年 永远如往西般赤裂灿烂如骄阳 可老天爷不许 暗中露出獠牙的豺狼们不许 住建师将剑给他看过后 便将之收入匣中 双手递交给江雪宁 他不知觉如抱琴一般将其携抱起来 可待的走出门 到了马车前 才想起 剑侠不是琴 须得平放 星号 因在住建坊有一番当个 江雪宁与周宝英这辆马车陈正 十分才抵达永逸侯府 大约是因为今日宴林官里 原本为府的重兵都退到了两旁去 一眼看去也不那么吓人了 来了的宾客算不上多 可也没有那么少 都在门前 一一递过了铁 由笑容满面的管家这人引了入内 到仿佛与侯府旧日显赫时没有任何差别 沈指一后从宫内出发 这时却差不多与江雪宁同时到 一掀开车帘 瞧见他 便喊了一声 宁宁 江雪宁抱着剑侠下车 沈指一直接从车上跳了下来 也不顾伺候的工人下白了一张脸 走过去拉起江雪宁便往侯府大门里面跑起 走 我们看燕林去 府里伺候的谁不认识他 没有一个上前拦着 都给他让开道 他还问了旁边伺候的人一句 燕林现在在那儿呢 管家笑了起来 一张脸显得十分慈和 世子在庆渔堂外陪严平王殿下他们说话呢 沈指一便知道了方位 永义侯府他小时候来过不知多少次 闭着眼睛都能走 此刻连半分停息都不愿 拉着江雪宁一直跑哇跑 绕过了影壁 穿过了厅堂 走过了回廊 终于在那临水的庆渔堂外看见了人 沈指一于是伸出了手朝着那边挥了挥 大声喊 燕林 那边的人都看了过来 原本背对着他们站在水边廊下的那少年 正由清风为他整理了促心跑脚一条褶皱 此刻听见声音 便转过头寻声望来 见识他们 原本平平的眉眼 顿时灿若陈星般扬了起来 灼灼烈烈烈 璀璨极了 燕林的先对神指一笑了一声 道 你也来凑热闹 说完话 目光却落在了他身旁那人身上 神指一转头一看 江雪宁还正正地站在那里 便推了他一把 江雪宁便被推得往前了两步 有些猝不及防 不知所措地站在了少年的面前 有些日不见 少年的轮廓越发轻简 也比往日多了些灵力 但在看向他时 一切都柔和了 你也来了 那原本最亲密的宁宁二字 被他悄悄埋进了心底 可却不想与旁人一般生疏地换他江二姑娘 索性便这样同他打招呼 侯府危在旦夕的处境 这一刻好像都不存在了 他垂眸看向他抱着的匣子 笑着问他 这是什么 江雪宁这时才反应过来 隔了一世的生死 终于双手捧着这剑侠地到少年的面前 注视着他 回他笑 生辰鹤里 给你的 上一世便想给你的 愿你 永远如这剑锋一般 第八十九章樱桃树 一场普通的一只匣子 黑漆表面 唯独锁扣上注着个十分尖锐的剑形 燕林好歹是江门出身 一看这扣便知道这匣子乃是放剑的盒子了 于是笑了起来 却偏偏不立刻伸手去打开 反而故意问他 沉不沉 鲸铁混着云铁所打造的长剑 能不中吗 江雪宁一戏胳膊戏腿儿的小姑娘 一路从门外抱了剑侠被神纸衣拽着跑进来 脸头上戴着的猪花都有些歪了 额头上浸出细细的汗珠 手的确都要酸死了 听见燕林含笑调侃的这句 他气得扬了眉 当下只道 你知道陈还不接吗 燕林偶然来的坏心调侃 他脱口而出的抱怨 一切都是玩笑式的亲密 虽未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 可彼此的熟人却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这可与当日公道上偶遇实验 林主动与江雪宁撇开关系时的表现完全不同 可此时此刻周遭竟也无人表示惊讶 或者即便有那么一点惊讶 略略一想后 也就释然了 能在如今这种风雨飘摇之时 还亲自来到侯府 参加燕林观礼之人 无意不是与他关系甚密的好友 便是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看见 时也无伤大雅 看着江雪宁那一双 拖着剑侠的手已经有些轻颤 一双黑白分明的漂亮眼睛 几乎有点瞪视着自己 燕林忍不住压着唇角笑出声来 终于还是上前 亲手将这剑侠接了过来 锁扣一掀 剑侠打开 三尺清风平躺在剑侠之中 天光从旁处照落 手上轻轻一斜 那冷寒的光芒便在众人眼底闪烁 周遭一时有惊叹之声 燕林望着那冷冽的剑锋 却是抖得有些沉默 喉肩轻轻一动 他才重看向了面前的江雪宁 道 没有剑翘吗 少年的眼眸乌沉沉如点漆 那一瞬间仿若是有什么湿润的痕迹划过 可随着轻轻一眨眼 又隐匿无踪 他觉得自己心房里酸酸的发胀 却偏要弯唇去笑 带着几分执拗的明媚 不然阴霾地道 游侠的剑才虚窍 将军的剑却不用 便是每一日要出远门 他藏在窍中也不会太久 窍该要收剑的人自己配的 游侠的剑才虚窍 将军的剑却是要上战场的 年少的人总是锋芒碧露 待其长大成熟 便如利剑收入窍中 变得不再逼人 有一种被逝世打磨过后的元属 可这种打磨 他多希望不是来自 这种跌宕命运的强加 而是源于少年最本真的内心 是以 只赠剑 不赠翘 燕林伸手便握住了剑柄 手腕轻轻一转 长剑便已在掌中 不再是他往日一看 便是薰贵子弟所用之剑 此剑锋锐 冷冽 甚至猙獰 光映秋水 却是无比地契合了 他心内深处最隐秘的一片消杀 严平王一看便忍不住拍手 赞道 好剑 神指一跟着起哄 好奇起来 叫清风来 跟你比比 试试剑吧 燕林便无奈地一笑 但此刻距离官里举行还有好一会儿 也的确是无事 便一摆手叫清风去取一柄剑来 与自己一世 眉目间的洒然 依稀还是旧日模样 江雪宁站在台阶前看着 有些出神 燕林却回首望向他 道 这样的生辰赫礼 我很喜欢 江雪宁却笑不出来 就怕没赶上呢 燕林冲他笑起来 眉眼里都晕开柔和的光芒来 一场笃定地道 不会的 天下谁都可能会错过 可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 即便将来 也许我不能娶你 即便往后 永逸侯府一朝覆灭 相信他要等的宁宁一定会来 便像是相信 烈烈续日都从东方升起 滚滚江河都像沧海汇聚一样 是那样理所应当 毫无怀疑 这一刻 江雪宁真的差一点就哭出来了 站在他眼前的少年 永远不会知道 的的确确是曾存在过 那样一种他以为不可能的可能的 那就是他没有来 燕林这样坚定地相信 无论如何他都会来到他的官里 相信自己可以等到 可上一世不管是当个 还是抄家 他就是没有感到 到了也没能进去 也许正是因为笃信 所以才会有那样深切的失望 而且 他不仅没感到 还带给了这个少年更深的绝望 上一世 他可真是个很不好 很不好的人啊 星号 宫中众多半毒基本是一道来的 只是其他人毕竟不同于乐阳长公主 也不同于江雪宁 神指一能拉着人直接问了方向 便往里面跑 他们却不敢 在门口递了帖子 众人才进去 姚夕捶着头跟在萧书与陈书仪后面 只用一种格外冷漠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座底蕴身后的永逸侯府 正要一同入厅时 却听见身后传来了声音 是有人将帖子递到了管家的手里 轻轻道了一声 张哲 尽管只在慈宁宫中听过那么一回 可那清冷浅淺淡近乎没有起伏的声音 却跟刻进了姚夕的耳朵里一样 让她立刻就辨认了出来 这是在地铁时自爆家门 姚夕的脚步顿时一停 豁然回首望去 张哲刚上了台阶 立在门厅外 递过了铁 眼帘搭着 眉目寡淡 今日没有穿官服 只一身肃静简单的藏青细部圆领袍 既无华服 也无赘事 与周遭同来之宾客站在一起 似乎并不很显然 有一种很难为旁人注意到的淡泊 可姚夕偏偏一眼就看见了她 张哲却没注意到旁人 更为往姚夕这个方向看上一眼 便同她身边少数几个同来的刑部官员 一道向另一侧厅堂走去 姚夕忽然觉得恨极了 她站在那里 久久地不挪动一步 直到看着张哲的身影 消失在零花窗扇的格挡之后 才紧握了手指 强降胸中那一股滔滔奔涌的情绪压下 往前走去 只是她心不在焉 虽往前走 却没往前看 萧叔他们早走到前面去了 迎面却有一名身着飞鱼服的男子 从里面走出来 姚夕这一转身 竟险些与这人撞上 啊 她猝不及防 吓了一跳 立时退了一步 滴滴惊呼出声 呆得看见眼前竟是名男子 生得高大魁梧 便下意识皱了眉 道 走路都不看一下的吗 周吟之可以说是锦衣卫里少数几个敢来参加官礼的人之一 且千户之位在朝中也算不得的了 却没想走着路 差点被这姑娘撞上 这倒也罢了 小事一桩 却没想走路不看路的那个反而说她不看路 她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当下脸色也没变 情之这时候还敢来永逸侯府的 非富即贵 且背后都有一定的依仗 所以只向姚希一躬身 道 无心之师 冲撞姑娘了 姚希也看出她是锦衣未来 可她父亲乃是六部上书 内阁学士 太子太父 岂会将这小小的千户看在眼中 见对方道歉 也没什么表示 她一姑娘家 在这种场合撞着男子 心思难免细敏一些 也不说话 一甩袖子 竟只往前面消疏他们去的方向去了 周寅之却是回头看了她一眼 问身旁同僚 那是谁家小姐 那同僚道 姚太父家的 说完又忽然移了一声 几眉弄眼的笑起来 千户大人也感兴趣 周寅之随意地扯了扯唇角 直到 随口问问 不过是对这姑娘刚才转过身那一瞬间 眼底所深藏着的仇恨与怨毒 有一点好奇罢了 情绪太强烈的人 都容易被利用 何况是这样真切又明显的仇恨 周寅之不再多问 转身也向先前张哲去的那个方向去 星号 谢威来得却不算早 今日不上朝 她的府邸就在隔壁 既不搭乘马车来 也不用人抬轿子 只带了剑书 款不出门 不一会儿便到了永义侯府门口 管家远远见着他便立刻躬身来迎 早在永义侯府还没出事的时候 侯爷在朝野之中多番寻觅 思考着要请谁为燕林取字 没想到偶然一日夏朝与谢威同行 略聊了几句还算投气 一问 谢威竟然愿意 自然大喜 于是就定下了请谢威取字 可以说今日来的众多宾客中 最重要的便是这一位 管家几乎是亲自引了他入内 笑着道 谢少师可算是来了 侯爷专门交代过 您今日若来了便先请到他堂内坐上一坐 谢威穿了一身雪白的衣裳 云纹坐底 渺然出尘 步上台阶时 俨然九天上折仙人 他望了管家一眼 随同他走入府中 望两旁亭台楼阁 却有一种如智梦境般的恍惚 只问 听闻侯爷这些日来病了 可好些了吗 管家便叹了口气 苦笑 这光景哪儿能好得起来呢 前不久还同世子爷喝酒 劝不听 不过晋府这些日来呀 脱去俗物 倒难得有空长与世子爷在一块儿 并虽美好全 心情却舒畅不少 是吗 谢威眨了眨眼 尼南一般道 那也好 永义侯爷目住在成庆堂 正好在庆渔堂后面 去成庆堂便会路过庆渔堂 一路假山盆景 狼腰慢回 看得出是一座已经上了年头的府邸 不过雕梁画洞许多都有了新的修饰 府中草木跟与二十多年前截然不同 谢威走在这里 静觉很是陌生 庆渔堂临水 水里还有锦里游洞 靠近走廊这头 则栽着一棵高高的樱桃树 大冬天树叶早已掉完了 不过它升得极高 几乎越过了房顶去 有些枝条甚至都穿到走廊的顶上 站在下方看时 高而消枢的树影之棱在灰白的天幕下 仿佛能使人想见它在檐下时的轻率 谢威望着 有些收不回目光 管家见了只当他是有些疑惑若大 一个永逸侯府怎能容忍这一棵树长成这样 只笑起来道 您别见怪 这樱桃树是侯爷当年为表少爷亲手栽下的 长了二十多年了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 神情不大自然起来 大约是猜谢威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补了半句道 就是当年萧燕联姻 定妃小世子 谢威搁在身前的手指慢慢的压紧了 仿佛这样能将内里忽然汹涌的一些东西也压下去一般 慢慢道 原来如此 说话间已到了庆余堂前 一杆少年人揭聚在此处 刚看完燕联同清风事件都齐声道好鼓起掌来 乍一回头看见谢威都吓了一跳 纷纷纷停下来转身行礼 见过谢先生 燕林望着谢威 目光深深 没有说话 江雪宁虽知道谢威算燕林的先生 要为他取字 也没想到会在这府邦深处遇到他 正冲了片刻 才与旁人一道行礼 这便慢了半拍 谢威注意到了 但并未说什么 只道 不必多礼 他眸光一转 便看见了燕林手中提着的长剑 开口要说些什么 可没想到 前方那樱桃树背后竟传来喵的一声叫唤 一只雪白皮毛上坠着黄色斑点的花猫 追着什么飞虫 异常敏捷地从树后窜了出 竟往谢威所立之处奔来 他瞳孔一缩 身体骤然紧绷 众人都被吸引了目光 江雪宁却是心头猛的一跳 眼看这小花猫从他脚边经过就要窜到谢威进前 都未来得及深想 下意识便一弯身 连忙伸出手去 将这只猫截住 抱了起来 小花猫落进他怀里 便再没法往前了 他有些惊慌的挥动爪子 喵污叫唤 众人的目光一下都转落到了他的身上 有些惊讶于他忽然的举动 江雪宁却是一口气在喉咙口差点没提上来 悄悄看了站在原处 江映着身子偏眉挪动半步的谢威一眼 只似无意一般抬起手来轻轻抚摸那小花猫 宽大的袖袍便顺势将那猫儿遮了大半 他心跳还很快 谢威无声地望了他一眼 他却只紧紧地抱着那小猫 怕他再窜出去 面上则若无其事地向众人一笑 道 没想到猴府也养小猫 真是讨人喜欢